嗨 大家好 我是景 我現在人在台北市的公路北部這附近 那今天影片算是一個非常臨時的特別計畫 大家知道今天RTS2080顯示卡剛上市嗎? 那雖然說我的頻道沒有手發評測 也沒關係 今天要帶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後面這一間 立華航的這一間電競旗艦館 聽說它裡面是已經有裝備了 RTS2080跟2080Ti的顯示卡 哇 究竟它裡面配備有多高級呢? 馬上就來讓我們進去瞧瞧吧 OK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家網咖上面是一個非常大的LOGO 就是有G-Force 白晶旗網咖的認證 那這個認證通話都代表說 你的網咖裡面的認知小顯示卡都有10617跳 才有辦法取得這個認證的認證 它是白晶旗是最高級的 剛剛可能只有這一間吧 應該是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進去看裡面的配備吧 RTS20系列顯示卡都已經上架了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這個配備 不好意思 對啊 不好意思 那你們 是不是20系列顯示卡都是已經上架了嗎? 所以可以用嗎? 呃 對 對 是 目前是有幾台嗎? 哦 確保有200台 200台 那 快上去那20台 規劃是要裝2080TI 那因為TI下個禮拜長還是30 只有到貨三遍 它也是先裝三遍才 目前有三遍可以用的 那可以讓我們試玩看看嗎?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就上去看看吧 可能亞洲第一家 對對 2080 2080以前亞洲第一家 你們這樣速度也算超快的 因為今天才剛上市 其實我們應該民眾要訂購 搞不好今天還拿不到它 對 那我看網路上全部都缺貨 那你來問一下老闆 那你們這邊是有經過這個 ERVIDIA的GMOX的白衣機 往它認證 是 那請問要這個認證是 對 你的環境要合 合 合是政府的東西 嗯 公安全 消防安全 還有 室內有沒有紀念 對啊 因為其實我好像網咖在裡面 有那種煙味 所以其實它除了你們 就是要有限制卡的等級認證之外 對於安全 它其實也是要求 對 就是要政府的法律 這是台北市 應該你們算是等級最高的 對 那你們來看一下 鏡頭看到這邊 我們昨天晚上 就是連夜趕工 全館比較白胎 全部都是更換成2080系列 對啊 你們效率真的很好 你看我今天20到我才剛買 你們就已經有三天讓我使用 是 接下來我們就是到樓上去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家網咖 其實它做的飲食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剛進來就是一個櫃在這邊 然後呢 它一樓這邊是靜音群 就是完全不能講電話 或者是講手機之類的 接下來進入到二樓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還蠻貼心的是 他們在入口擺了 這個消毒用的酒精棉片 可以讓你擦拭鍵盤或滑鼠 做一些清潔動作 而且這邊是禁止在外食的 那目前這家網咖它的顯示卡 已經全面更新成RTS 2080系列 雖然說他們沒有把盒子展示出來 不過這邊簡單教大家辨識一下 那他們這應該是技嘉的特約網咖 所以全部都使用技嘉的顯示卡 我們這邊看一下技嘉的2080 它其實在Windows 4上面 跟GTS 1080相比最大的差異就是 在Logo的部分 它原本是一個黑色的底板 現在改成銀色的底板 而且在供電部分 是從原本的單8PIN改成6加8PIN 所以經過我這樣走一圈之後 我發現真的是全部的電腦都換成 RTS 2080的顯示卡 哇靠我真的看得有點傻眼了 這個老闆速度也太快了吧 那我再仔細觀察一下 發現其實這邊主要客群 大概就是學生 然後呢他們都玩遊戲 大概就是英雄聯盟 這樣看起來好像真的沒有人在吃雞 難道這個遊戲真的過氣了嗎 那接下來呢它還有漫畫區 那我們看到它這台主機部分 喔這邊剛好有一台 那它這邊全部都是使用這一張 就是技嘉的RTS 2080的WINDERFORCE版本 那這也算是一張非常頂級的顯示卡 一張要價台幣28000元左右 真的不便宜啊 那接著我看了三樓 其實它整個佈局跟二樓是差不多的 後面都是全部採用這種小包廂的設計 那它的主機全部都放在上方 其實這樣看起來真的還蠻壯觀的 就是它們全部都是用技嘉聯名機殼 而且真的是座無虛席 我這樣看起來一二三樓幾乎是滿座的狀況 OK 那我們剛才看二樓跟三樓 其實它們這邊就是現在平日下課真的還蠻多的 那現在四樓就是老闆就說 全部都是換2080Ti 那現在二樓跟三樓它是換2080 那Ti因為它還沒裝完 所以說現在四樓算是開放給搶 那讓我們嘗個先去看看 那我們現在趕快上樓看看吧 它這個螢幕全部都是用這個 三星的 FCH G70 我看它應該是32吋的2K曲面的螢幕 然後刷新率是有不到144Hz 真的是 算是還蠻講究的 雖然說沒有到4K 可是我覺得以目前主流來講 3A大作跑2K一次是差不多 2080Ti也是剛剛好而已 那我們來看看這裡面吧 OK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它說店裡面唯一三台 2080Ti就在這邊 就這裡 來看一下 技嘉的 這應該是Windows Force的 風之翼版本 2080Ti 然後三公扇 就已經裝在裡面 然後就看看吧 好 那我們現在做到這個 應該算是全亞洲第一家 就是配有RTS2080Ti的網卡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它就是用這個技嘉的RTS2080Ti 那因為現在RTS它手發的產量很少 所以它這邊網卡也是只有配到三張而已 那老闆娘是說 之後 這整個四樓都是用RTS2080Ti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先往看看 看一下耳機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螢幕 這個就是三星的那個 曲面螢幕 就是2K 2K144 好 然後呢 它的耳機是用這個 一級的 AHQ它們代理的 然後我現在再看 其實還蠻舒服的 像我頭還蠻大的 帶上去 而且還蠻新的 重點是很新的 因為我希望它其實我不喜歡 它們那個耳機都弄得超舊那種 然後看一下它的鍵盤跟滑索 然後它的鍵盤是這一把 這個應該是RASER的黑寡婦 2016年版本 對 2016年版本 然後是 清早 這一把之前也有 後來就 換掉了 花束也是用異形的 其實我對它們這個花束 比較不熟悉 握起來算是中規中矩 好 它是用i7的8700 六核心 十二指型序 那主機板是這個 技嘉的ORUS的 AZRA GAMING 2.0 正統它們應該是買不到 它這應該是網咖特約的 然後記憶體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樣自己 我覺得記憶體蠻奇怪的 它是16G單挑 然後 時脈2666 重點是它CL到19 是蠻詭異的 有點 這實際有點太鬆了 如果是的話 我會把它再調低一點 顯卡部分 它就是配了這個 NVIDIA GeForce的RTS 2080 Ti 那其實這樣看起來 這台主機的規格 我覺得真的算是非常高階 就是 CPU RAM 這些的 其實都配得上 RTS 2080 Ti的等級 那我大概在原價 我把這台 就是他們整台 主機螢幕 鍵盤中間等等 這樣子點一點 也大概快要 接近10萬塊左右了 如果說你是要來 嘗試看看 2080 Ti的效能 其實 我覺得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只要幾十塊而已 你就能夠想到 10萬塊的主機 何樂不回呢 如果說有在觀望的人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先來設置看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玩一個PVP區 來看看它的效能怎麼樣 這邊我跟他講一下就是 目前手法我沒有做的 主要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20系列 雖然說已經出了 但是它有一個很厲害的技術 是光線追蹤 但是這個光線追蹤 目前市面上沒有一款遊戲支援 古墓奇兵手法已經上了 可是但是它裡面沒有加入 光線追蹤這個技術 要等之後更新之後它才會加進去 戰地風雲本來就是想說 這兩個月會喪失 可是後來因為一些原因 它沒有延後到11月之後 所以目前來講 R1X2080系列 我們還沒辦法知道說 它玩在光線追蹤下 你等到什麼 現在就能把這種DX11的遊戲來測試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 遊戲畫面當中 你看現在目前LPS 大概就是138左右 目前極度是2K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畫質 2560x144 整體畫質就開超高 然後對全身都超高 然後你看上飛機 哇上飛機一瞬間還是掉到樓 60幾左右 剛有拍到嗎 沒有 可是其實 穩定之後 還留到160還蠻高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用意賣太晚 2K前度中下 大概就是LPS100出頭左右 跳傘大概就是 130幾 所以其實2080台 你拿來跑2K 意思是 我覺得也是算是剛剛好而已 你不會說效能過剩這樣子 我現在拿一把踩一半了 欸這個 這個是怎樣啊 這是死欸 喔喔喔喔 他還撞我的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看 就是魔獵人 就是現在應該算是一個指標性的大作 這個開票設定這邊有沒有看到 他是全螢幕 25603 就是2K 然後我們幀數給他跳無上限 然後畫面就是最領級 然後細部設定我就不改了 現在在這個集會所 LPS大概就是 90幾左右 我們打炎王龍 你知道炎王龍是一個 在魔獵人裡面 大概公認最會吊真的一隻王 好我們現在發出警局 一定剛好就是進入到 多人魔獵裡面 我們來看看 他的LPS大概多少 我們看他 怎麼會打他 打他會死掉啊 沒關係啊 要看他 不然你不打他幹嘛 好大隻喔 打他 才能知道有沒有掉針啊 80幾 現在80幾了 可是我 我很不熟悉用鍵盤喔 他噴我噴我乾脆死掉 好亂喔 好亂喔 不是真的 因為我不會用 我真的不會用鍵盤王 我平常都會用搖桿喔 我們現在龍結晶之地 LPS總共大概就是 80幾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是四龍魔獅 好我們就在旁邊打醬油好了 就給隊友打 他有幾招大招 他等一下會爆炸 我們看爆炸瞬間就知道 這樣掉了73 欸他們好厲害喔 不會被噴到 喔要爆炸要爆炸要爆炸 被閃光燈打下來了 怎麼會有滅鏡喔 好帥喔 他打一下1000多欸 結果他剛才飛起來全身發亮 可是他每次要發亮的時候 就被他們閃光燈打下來了 這邊呢 就被這樣打下來了 請問你有什麼感想 我換了一整餐 沒有看到他開到大學 有時候老闆就剛好看到我們要拍 所以就招待我們兩份餐點 因為今天除了我之外 還有我朋友都是今天來幫我拍攝 他們是 這個是 那什麼 雞排飯 雞排飯 特大的 這是他們招牌的排骨飯 這也是一個便當的概念啦 其實分量還滿多 那價格是 110 100出頭 110 那其實我覺得以網咖來講 這個價格就是OK 一般 因為台北市本來就 差不多100多塊左右 那在網咖這邊一個套餐100多 我覺得還算OK 還有附一碗湯 還有附一碗湯 其實我覺得我 如果是我會想要點雞排 他的雞排感覺還蠻大壞的 雞排跟食物 是這個人點 然後我們就 順便來這邊吃個晚餐好了 試試看看 先吃著他們的雞塊 蠻酥的 因為我不是美食型Youtuber 所以我講那個 美食評論就看看就好了 我真的不太會形容食物 很乾淨 真的 我覺得整體很乾淨 主要是空氣 我覺得網咖很重要就是 空氣好不好 因為他一開始就講說 他是禁煙的 然後 我剛才要進來其實我覺得 他這邊就是 他不會特別的那種奇怪的味道 因為有些網咖裡面都會 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我本來就很不舒服 他有很多會員制跟包台制的 對對對 反正你有興趣也可以去研究看看 那如果說你是一般 就是路過想玩的話 一個小時平日就是30塊而已 其實 我覺得算是 30塊玩10萬塊的店 我剛才問的是 他是說不分等級 就是 2080跟2080Ti 他是沒有在分的 有些我們看到 如果說你要用到 比較高級的 他們還要再加錢 加20 30塊才有 然後這邊剛才有問他就是 全部都統一計價 所以如果說你能夠來的話 當然是玩2080Ti這一台 反正大概就這樣 我們就先把碗餐吃完 等一下再做個整理這樣子 好 那剛才看完這麼多的 RTS 2080Ti還有2080的顯示卡 之後我們這邊做了收尾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趕一點的關係 那我們就請店長就是 再做個說明 我們這家電視 亞洲首發 唯一全館200檔 全部都用 RTS 2080 整棟 200張顯示卡 全部都是 換成了 2080Ti 哇你們真的很壯 剛好這個周末 大家如果說 就是有時間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們第一時間 可以先來 這一家 101就是 立花 電競旗艦館 電競旗艦館 真的很領級 剛才剛才看一台都十七萬起 他們全部都換成 就是最領級的2080 到2080Ti都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差不多到尾聲了 算是還滿趕的 因為沒有時間做太多技能的測試 不過我想如果你這邊想要體驗的話 來這邊是最快的 也別忘了跟我們網上看 比較不錯 那就是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大家記得來玩喔 好 OK OK OK